過去20年 俄羅斯總統普京目睹幾任美國總統上任卸任 這是對美國權力轉移的傳統 亦是對普京判居克里姆林宮所作的見證 特朗普總統好像他的紀委前任一樣 當選之初承諾要克服以往和莫斯科的分歧 並且改善關係 專家說拜登領導的新任政府 不可能重演這種模式 帕維爾·沙里科夫是美國加拿大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 üzel세�adas �도 私人 Award-рок 說兩邊關係走的是一條坑坑的道路 在最近將來 基本上是不可能討論復元的問題 不認為與其說是恢復 不如說還有惡化空間 在敵意的背後 2016年的政治影響如波未了 聯邦調查指控俄羅斯 幫助特朗普競選入主白 Muss 特朗普和克里姆林宮都否認這個指控 但這個引發美國對莫斯科的一系列制裁 而快進至2020年 普京到現在還沒有祝賀拜登勝選 甚至當官方媒體公然 將拜登的勝利描述成偷竊之際 克里姆林宮的官員仍堅稱 這是出於尊重特朗普總統 正在對選票進行的法律挑戰 以及他們置身於華盛頓政治鬥爭之外的議員 雖然這些職員 一些美俄觀察家表示 克里姆林宮渴望和張上任的拜登政府 就在一個關鍵問題展開合作 就是軍備控制 他說俄國的主要目標是 續定新起點條約 在協商續定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時候 他們願意就戰略穩定進行更加全面的討論 新起點條約在奧巴馬時期簽署的明年2月正式結束 雖然特朗普政府要求改變協議 而在過去一年造成談判的障礙 拜登作為候選人的時候說過 他準備與普京合作擴大協議 這是俄羅斯資深外交官希望可能樹立新基調的跡象 他說如果在這個地區的這個領域能夠取得一些積極的進展 他認為這個可能為兩國關係總的前景帶來良好的動力 因為這個非常重要 幾乎沒有人比預計的總統當選人拜登更加清楚 擔任奧巴馬入主白宮期間的副總統 他也嘗試過俄羅斯的重新啟動遊戲 2011年時任美國副總統的拜登說 一個非常好的消息是 總統與他百分之百同意 有需要與俄羅斯建立越來越緊密的關係 他很快就要決定他希望進展的程度 而這次是以總統身份尋求避免新的核武競賽 無論過去有什麼的怨恨 這都是他與俄羅斯領導人聲稱的共同目標 和威風本集團員的消息 無論如何是否跟作案 同一個無論如何是否 在新議院上台中有所證明的 同一個項目的 無論如何是否 感谢观看